好我捕捉一下刚刚刚讲的海豹66队 因为海豹6队 我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 就是美国的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 它基本上有8支 但它的两个大队 第一大队是1357的编号 第二大队是2480的编号 跳过了6 6这个编号就特别留给所谓的海豹6队 它平常也不这样称谓 这个所谓的海豹6队 它已经成为美国的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的 一个战术开发的单位 所以它基本上是作战的 战术开发的 而且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一个战术开发 同时新闻当中虽然没有提到说 这个海豹6队在帮台湾的针对台海 可能的冲突在做密序 它的地点不是在台湾 它的地点应该是战术 再来就是说 所有有关于这种的海军的 美国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的 这个所谓的海豹部队 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海豹部队 我说在它基本上 美方在那边 它的训练是也严格的 可是美方在他身上做的宣传过工作 已经远高于它本身的实战的用途 所以把它讲的神之诱神 我同意这是一种灰色宣传 是任之战的一部分 让你想到海豹部队的时候 除了心生警惕之外 甚至于好像天降神的神兵一般 但是你看到这些海豹部队 会曝光的时候你也看不到 正常情况像是有特种作战部队 他们的身份他们的面 声音都是被保密的 我们只能够说金融时报 本身就是美国国务院的 一个放话的系统 在这个时候 而且这条新闻 在这几天在发酵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金融时报爆调这条新闻 是9月的时候 9月就已经这条新闻就已经出来 就说已经在美国训练 针对台海问题在做 在做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 已经快一年的时间 那我的了解 就是说美国的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的 这个所谓海豹6队的战术开发单位 他为台湾的这种特种作战部队 做强化性的训练是有的 但是他大概不能够等同于 就是说海豹部队会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会进入到台湾 会在台湾在跟解放军做作战的时候 会扮演什么积极的关键性的角色 我觉得许多的媒体的报道 在这方面推论过多 想太多了 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接近零 再来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特种作战部队 虽然他的单兵的装备是好的 可是老是在他们列杀兵拉登的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 列杀兵拉登的故事情节 我想大家都很熟啊 他们讲当你在列杀兵拉登的时候 你基本上面只是在列杀一个四处躲藏 但实际上面的近乎手无伏击之力 的一个你所谓的恐怖分子 你连他连他家人呢 基本上面都是老实讲杀兵用牛刀啊 你不是在一个训练有术的正规军的作战 拍那样子一支装备军粮性训练 训练有术的各种部队 去杀兵拉登 那算啥丰功伟业呢 不过是满足美国人911之后的情绪需要而已 纯粹从战术作为来讲 海豹部队的能够的成功 绝大部分都不在海豹部队本身 而在之前的情报工作 长时间的追踪兵拉登 就像现在的以色列 他把哈马斯的领袖领袖杀了 是这个特种部队很厉害吗 没有啊 这次把辛瓦尔杀的 是一个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小兵啊 因此杀掉辛瓦尔跟他的特种作战 没有什么关系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情报单位的成功而已 所以特种作战部队呢 经常会被拿来当作是一种军事的炫耀性的消费 而过度放大了他在作战的时候呢 所能够扮演的角色 特殊的就是说呢 这些军事任务 他是被训练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的 但是正规作战的时候 特种部队能够扮演的角色 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好那刚刚讲到就是 在这一次的习近平主席呢 视察火箭军 我们那样看到了一些呢 一些大陆的媒体啊 就是包括央视啊 所释放出来的画面 如果说呢真的呢 如香港媒体他们的所分析的 那应该是在安徽的 就是说呢火箭军的单位 那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几乎呢 对于呢 台湾当面的负责台海作战的东部战区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督导考核 而以火箭军的做结束 那因为火箭军呢 在这两年的时间 我想大陆的内部的检讨的声音也很多 陆陆续续呢军中呢出了些事 在出了些事之后呢 连一些的高阶将领呢都有事 因此火箭军本身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他所承受的这种的非军事任务的压力 应该是不小的 但是光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注意到的几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应该从东风31AG的导弹试射 开始谈起东风31AG的导弹的试射成功 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台湾的媒体 几乎都是朝向于除了导弹型号的猜测 然后呢到底呢 东风31AG的这样的一个试射呢成不成功 以及呢能不能呢在大国政治里面呢 产生了很强大的威择的效果 大家都在谈谈这个层面 当然也做了一些比对 强调呢这种的战略性的武器 在在在试射上来讲呢 一步到位的精准的精准的达成任务的成功 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美国俄罗斯英国等等失败的例子很多 所以呢把这种即使是战备弹拉出来了之后呢 事前预告 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呢这个呢 中国大的大陆的这样一个一个就是说呢 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测量船呢 很早就就就就待命 能够呢精准的完成任务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它更大的含义在于 在于这个呢是 这个让火箭军一吐闷气啊 就是把过去一段一段一段时间的那些 所有附着在火箭军身上的各种的 狗皮倒灶的负面的新闻 我相信我如果是火箭军 不管是将领或者是士官兵 大概都会觉得很委屈 但是这一次的导弹试射的成功 我认为它最大的意义是 让整个火箭军的部队一吐闷气 就是我是一支可以战 同时呢有极的极战力的部队 不是向外界传言的 或者那些负面新闻呢 所行述出来的那种的负面的印象 把负面的印象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覆盖和清洗 所以习近平主席呢 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在火箭军上面似乎呢 似乎花了不少的功夫 要把火箭军的整个士气跟形象 重新整顿了拉起来 那从东风31A机的导弹的试射 到它呢去视察火箭军的单位 我看到那些影片的时候 我坦白说我 我觉得那个气氛颇好 除了镜头当中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呢 对于他所视察的单位 他的情绪跟感情是在里面的 而那些受教的这些官兵们 看起来也非常的兴奋 虽然呢 那个是一个是一个呢 就是长官来视察了之后的呢 一定会出现的新闻影片 可是在这个时候出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以导弹试射呢 开始以习近平主席呢 到火箭军的单位的视察 作为结束 这段时间里面 几乎把火箭军呢 过去所有的负面 全部都盖过去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在看看呢 这一串的这个军事新闻的时候 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习近平主席呢 最近光是过去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在东部战区 花了很大的功夫啊 不管是14号的围台的军演 围台军演隔一天的新闻讯息 显示习近平主席到了东山岛 到了这个厦门 到了全州都在福建 然后呢 再加上呢 东部战区呢 这次的军演 据说那邀了呢 60几位呢 驻台的五官呢 跟他们的家属们 到东部战区呢 参观 这个呢 再在过去呢 我也没看过 最后呢 是以习近平主席呢 视察火箭军的部队 作为这一个新兴棋 非常有分量 因为之后呢 习近平主席呢 现在已经呢 到克山去了 所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呢 所有的新闻 重点都是军事新闻 都是呢 在东部战区 而且跟台湾的军演 似乎呢 息息相关 而且呢 从火箭军的导弹试射开始 到视察岛的这个呢 火箭军的这个部队呢 回结束 所以火箭军跟东部在战区 这一个星期里面 习近平主席的军事视察 以及呢 跟军方有关的新闻呢 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 跟台湾都息息相关 尤其让火箭军走出阴霾 是我觉得这个星期呢 大陆方面的军事新闻里面 我个人主观的认为 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